哎 梦江美叹息了一声 但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我怀疑当时真是生下的双胞胎 可能都在生下来时有问题 所以一个被扔了 被雷神的师父捡了 还有一个被埋了 就是吴凡 被婶婶捡了 范水斌分析道 看你们的样子 如果不是双胞胎兄弟 那就真的太神了 两个人几乎一模一样 这时 黄晓芬也回过神来了 赶紧说道 大家仔细看一下 他们两个是不是有区别呀 不然到时候 林妙搞错了老公 我们认错了人就麻烦了 听了她的话 大家就马上上上下下地 扫视着两个人 就在大家惊叹如此神奇 并且找不到区别之时 雷神把自己的头发撩开 说道 我想这里是最明显的区别 我小时候被老虎咬过 这里留下了一个明显的伤疤 我平时把头发剪短一点 这个伤疤就会露出来 对 对 大家看过后 齐生说道 她这疤真的是特别明显 哈哈 能区别出来了 林妙 你记住啊 别搞错了老公 林妙脸色通红地说道 和我吴凡之间有了默契 凭感觉就能区别出来 倒是你们要注意一点 这时 任小飞笑道 你们都被他们两惊人相似的容貌惊呆了吧 其实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还是能明显看出来区别呀 雷神比吴凡矮了不少呢 大家之前确实是没有注意 只看他们的长相有没有区别去了 加上两个人又并没有并排站在一起 所以真不明显 在任小飞的提醒下 大家上上下下地看了一遍 都自嘲地说道 看来我们观察事物还是太片面了 只有任小飞这个顶级的设计师 才能明显地看出区别来 林妙很好奇 说道 雷神 你和吴凡比一下 看他比你高多少 好的 雷神马上来到了吴凡的身边 两个人被靠背 林妙看了看结果 说道 你比吴凡矮了十几公分 和他没有突变之前的身高是差不多的 看来你们真的有可能是双胞胎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范水冰说道 吴凡 我建议你们下午就开着桃园飞船去樱山 找到雷神的师父 把他的身世搞清楚 这样或许你的身世也清楚了 因为你和他绝对的是亲兄弟 而且是双胞胎 嗯 吴凡点了点头 然后问道 雷神 你师父有没有跟你说 为什么要你来桃园村找我呢 他说了 说你在做着一件造福全国农民的大事 可能会有麻烦 让我过来协助你 雷神非常认真的答道 啊 这么说来 你师父是认识我 而且一直在关注我 不知道 他没有说 只是说你可能会有大麻烦 让我下山协助你 雷神 你跟师父学了什么呢 吴凡继续问道 武术 我功夫非常之好 曾经阴山论剑 我一个人打败了 七 大 门派的高手 我师父说 论剑术的话 我已经天下无敌 雷神一边说着 一边把背着的一把剑拿了出来 这是我师父送我的剑 能看看吗 无凡好奇地问道 可以 我师父说了 让我一切听你的安排 上刀山下油锅 再所不辞 何况只是看见 雷神笑了笑 然后就把剑翘拿了下来 哐郎 他手轻轻第一抖 宝剑出翘 发出令人心惊的颤鸣声 顿时 一道寒光骤然闪现 像是太阳光一样 极度刺眼 让大家都忍不住闭了一下眼睛 宝剑抽出来之后 通体幽黑 却一直闪现寒光 且透露出阵阵凉意 让旁边的人都忍不住身体一抖 好剑 就在这时 已经闻讯赶来的陈月娇 冷冷一笑道 刚才在那边听说你剑术天下第一 这是我师父说的 我除了那次的殷山论剑 就极少和人鄙视过 可能是有一些夸大 雷神非常恭敬地达到 算你有分寸 哪天我们来鄙视一下 你现在先把剑收起来 不要吓着了一众美女姐姐们 陈月娇笑了笑 是的 不好意思 雷神赶紧把宝剑入窍 无法安排到 好了 大家该上班的去上班吧 月娇 你带着雷神熟悉一下家里 特别要交代家里人 如何识别他 老婆 你给他安排一间房吧 然后一个小时后 我们去殷山一趟 是 是 大家应了一声 也就各自散去了 虽然心里有极大好奇和疑惑 但是生活还要继续呀 何况 吴凡都说了 他要亲自去搞清楚 有他出马 大家还担心什么呢 突然多了一个和吴凡一模一样的人 还是在吴家引起了轰动 大家都在议论着 不过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大家似乎无形之间有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这件事情只限于吴家人知道就可以了 不会向外人说 当然 这里的吴家人是泛指住在吴凡家的那些美女们 突然间一个双胞胎兄弟上门 这事实在是太诡异了 而且雷神的师父说吴凡有麻烦 才派雷神来帮他的 这就让吴凡更加好奇 他的师父究竟是何许人也 一个小时之后 你家姐妹驾驶桃源飞船 载着吴凡和林妙 还有雷神 一起往阴山驶去 桃源村距离阴山可是有上千公里的 所以桃源飞船都飞了一个多小时 在飞船上 吴凡说道 雷神 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双胞胎兄弟 也不知道你年纪大 还是我大 反正你就叫我哥 我叫你弟吧 怎么样 可以呀 哥 反正师父让我下山帮你 一切都听 你的安排就是了 雷神非常干脆 似乎是在阴山里待得太久了 所以他的话也不多 吴凡和林妙问什么 他就答什么 那里就是我们修炼的地方 当桃源飞船降落在阴山山顶的一块空地上时 雷神很兴奋地指着一栋茅屋说道 哦 你们一直住在这山顶呀 似乎也没有路上来呀 林妙好奇地问道 有一条小路 我们平时都在山上 只是偶尔我师父才带我下山采购东西 这里下到山下有几公里的山路呢 雷神说道 师父 师父 我又回来了 当走到那条小路上 离茅屋还有五十米左右时 雷神兴奋地冲了过去 一边激动地大叫道 吴凡从他轻盈的步伐看出来了 这雷神不仅建树好 而且轻功也不错 刚被派往上千里的地方 如今突然回来了 肯定会给师父一个惊喜 所以他自然激动 马上就能从他师父嘴里知道 雷神是从哪里捡的了 或许也就搞清楚我的身份了 我也相信我和他真的是双胞胎兄妹 吴凡一边说着 一边示意 林亮和你家小三赶紧跟上 自从知道自己不是现在的爸妈亲生之后 吴凡心里就一直有一个愿望 找到亲生父母 至于找到了之后怎么办 他还没有想过 反正现在的父母虽然是养父母 但已经是自己最亲的人了 眼见自己的老公 有可能找到亲生父母了 林亮也替吴凡高兴 拉着他的手 哼起了小曲 师父 师父 正在靠近茅屋的几个人 突然听见里面传出 雷神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怎么回事 三个人身体一阵 不由地面面相去 因为他们都能听出来 这绝对不是惊喜的喊声 而是悲痛的呼嚎 怎么了 怎么了 吴凡率先冲了过去 一边问着一边进了茅屋 啊 顿时 他也一下子就愣在了门口 无力地蹲了下去 因为他看得非常清楚 一个胡子头发都是白的老人家 端坐在一张竹竹的椅子上 但是已经面无人色 双目紧闭 没有一丝气息 而雷神正跪在他的面前 一边磕头一边哀嚎 师父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理我了 你死了吗 这时 林妙和你家小三也来到了门口 看见这一幕 同样感觉到内心无比震惊 我的天呀 这可是吴凡绅士的一个关键人物 怎么就在吴凡来到时 他就死了呢 吴凡 你赶紧去替他摆一下脉 看死了多久呀 能不能用你的还魂 大法让他起死回生呀 你家小三率先反应过来 拍了一下吴凡的肩膀说道 吴凡摇了摇头 叹息道 不用把脉 我也能看出来 老师父已经先是一天以上的时间了 神仙也无能为力了 啊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林妙和你家小三再一次面面相去 同时一脸惋惜地看着吴凡 这个雷神的师父 是极有可能知道雷神的身世 甚至也知道吴凡的身世的 可是却还是来晚了一步 看来天意如此 吴凡的身世 目前还没有到让人知道的时候呀 雷神 节哀吧 吴凡上前 带领老婆和小三在老人面前 跪拜磕头三次后 对雷神说道 你师父已经作画了 这是修行到最高境界的结果 他没有痛苦 安安静静地去了 你也不要太难过 好好安排他的后事吧 嗯 哥 师父带我非常好 说我 就如同是他的亲儿子 想想我在这里生活了快二十年 天天和他相依为命 寸步不离的 没想到只是离开几天再回来 他就已经死了 呜呜 雷神还是泪如雨下 泣不成声 是啊 人生就是有那么多的无奈 一切都是天意 吴凡摇了摇头 然后把雷神拉了起来 在雷神坐在那里望着师父发呆之时 吴凡随意地看了看四周 只见这屋子里也是极其的简单 真正的修行之人的生活 没有像样的家具 没有漂亮的衣服 可以说 几乎就是家图四壁 什么都没有 雷神 看一下 你师父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吧 吴凡对雷神安排道 我们先检查一下 然后再商量师父的后事 嗯 雷神喊泪应了一声 然后就站了起来 四处看了看 很快 他就说道 没有留下什么 我们在这里 本身就是非常清贫 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他也没有留下什么遗书什么的 我平时也没有看见 他有什么身外之物 哎 吴凡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了 这种得到高人 早就已经看透一切 对于钱财这些身外之物 早就没有了兴趣 过了一会 吴凡说道 我去给师父物色一处风水宝地 让他入土为安吧 谢谢哥 雷神应了一声 吴凡示意 林妙和小三跟着自己出来 让雷神一个人再陪师父一会 这可是他最后一次陪着师父了 再过一会 相依为命的师父 就要真正的埋入黄土 融入大自然之中 永远没有再见的可能了 人生最大的悲哀也莫过如此呀 吴凡 你很失望吧 本来有可能知道你的身世 结果在关键的时刻 知情人却离世了 走到外面 林妙一脸关切地 拉着吴凡的手说道 嗯 确实有一点 我可是充满希望而来 以为今天就能知道 我的父母是谁了 不过吧 我这个时候还是替雷神痛心 一个如父亲 如爷爷般的人 就这样死了 他才是最难受的 吴凡擦了一下眼泪说道 也是 有一句话说得好 死去何所到 脱体同山阿 亲戚或于悲 他人一以歌 我们和老人家 终究是第一次见 内心虽然震撼 但是悲伤还是淡一点 雷神就不一样的 那可是相依为命的人 两个人在一起二十年 不离不弃 感情自然深厚 林妙复合道 他是非常认可吴凡 这种观点的 真正痛苦的 只有最亲的人 就这个位置吧 吴凡扫视一眼四周后 掐指一算 然后指着面 有一个高地说道 此处可是这一片 最好的风水宝地 师父葬在这里 可在保佑雷神 顺风顺水的 这些事情 林妙和你家小三都不懂 自然一切听吴凡的 毕竟吴凡的那本古书里面 可是有道教篇的 风水自然也是包含在里面的 我去找工具 见两个女人没有反对 吴凡做出了进一步的安排 因为雷神和师父 平时自己会种菜要挖土 所以吴凡很快就找到了一把锄头 赶紧开挖 看着吴凡在忙 林妙也没有闲着 真正的夫唱妇随 一起动手 尽自己的能力做一点事 以吴凡的功力 挖一个坟墓 自然不是太难 半个小时之后 就已经挖好了一个 深约两米 长约两米 宽约0.8米的土坑 吴凡再一次走进茅屋时 雷神还跪在那里 拉着师父的手 泪流不止 雷神 节哀顺变 人死不能复生 还是入土为安的好 我已经挖好了坟墓 我们把师父抬进去吧 吴凡上前拍了 拍雷神的肩膀说道 嗯 听歌的 雷神擦了一下眼泪 站了起来 这里没有棺材呀 如何是好 难道就直接这样埋了吗 这时 林妙走进来 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雷神显然不知道 埋人是怎么样埋的 所以一脸茫然地看着几个人 对呀 吴凡一拍大腿 我怎么就忘记了这一点呢 我们那边的风俗 都是要用棺材装好再埋的 只有野狗的尸体 才直接扔土坑里 差点坏了大事 那怎么办 从山下面背一个棺材上来吗 林妙有一些担心地看着吴凡 他相信 以吴凡的功力 还是能做到的 只是那样会累死他呀 吴凡皱着眉头 看见旁边有一把斧头 就对雷神说道 既然有工具 这旁边又有那么多的树木 我们临时做一个棺材 给你师傅用吧 嗯 哥 我对这些什么都不懂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阴山上 偶尔下山也是当天去当天回的 不知道如何处理 反正你说怎么办 我就听你的 雷神非常坚定地说道 好 我们去砍树 一共要三棵树 走吧 吴凡说完就去拿起了那把斧头 雷神则把背上的宝剑拿出来 显然他知道 斧头只有一把 要砍树 那就只能用宝剑了 刷 雷神抽出宝剑 一道寒光闪过 一根水桶大的树木就应声而断 发出哗啦啦的声音 倪家小三由衷地说道 雷神 你真是好剑法呀 让我来试一下怎么样 行 给你吧 雷神在面对着哥的朋友时 自然是非常尊重的 卡擦卡擦 倪家小三虽然也有功夫 可是砍了十箭 另一棵树也没有倒下 于是只好说道 还是你厉害 交还给你吧 另一边 无凡手起腐落 一根水桶般粗壮的树木也砍了下来 看着两个人如此神勇 林妙和倪家小三相识一笑 为他们骄傲 一个小时后 一个由原木批平加工而成的厚重棺材就做成了 这个棺材虽然看上去粗糙 但是却非常结实 因为无凡他们砍下的都是南陵 非常珍贵的一种木材 又过了一个小时 在那个山顶上就拱起来一个土堆 无凡还披了一个木板 上面用宝剑刻下了几个字 师父之木 雷神立 这是因为雷神说了 师父从来没有告诉他叫什么名字 有没有什么家里人 所以只能这样立背了 一切仪式完成之后 天已经快要黑了 寒风萧萧 大片的雪花飘洒下来 增添了几分悲伤 吴凡和雷神再次进到茅屋里 检查了一下 确认没有任何值得带走的东西 于是就决定离去 师父 我就要走了 听从你的安排 追随吴凡 祝他一臂之力 以后每年的今天 我都会来拜祭你 来陪你 希望你在上天 保佑我和吴凡 还有吴凡的家里人 师父 我走了 你保重 雷神再一次在师父的墓前跪下 泪流满面地说道 之后 在吴凡的搀扶下 他站了起来 和吴凡他们一起上了桃源飞船 离开了这个生活了二十年的阴山 离开了至死都身份不明的师父 回到桃源村 家里正等着吃饭呢 雷神和吴凡长得如此相似 一是双胞胎兄弟 自然成了四合院最热门的话题 大家都在讨论着 雷神似乎酒量也不错 大家找他喝酒 也是来者不惧 第二天 不管是公司还是村里 都已经转开了 就是吴凡有一个双胞胎兄弟 长得非常相似 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 他比吴凡矮了一点 而且左耳后面有一块伤疤 所以当雷神走在外面游玩时 大家还是能分辨出 有的村民会热情地打招呼 雷神出来玩了 还有的就干脆说道 小吴凡 你一个人出来逛呀 师父叫自己来帮助吴凡 雷神自然就知道了 吴凡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见这么多人因为自己和吴凡长得相似 而对自己也非常热情 和这么客气 他是非常感激的 因此也都会热情地回忆 吴凡来了 当雷神一个人转到桃园洞景区广场时 有几个人在暗处盯上了他 他身边没有别人 是一个好下手的机会 要不要准备 有一个人狠狠地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 不要 这里是景区 有不少的保安 而且桃园景局的人也在巡逻 何况这里还有反常人员感应器 动手的话跑不了的 我们只有在吴凡离开桃园村时下手 姚平 你跟着吴凡 不管他去哪里 都跟着 他回家也跟着 然后我们就在外面布下天罗地网 只要他敢走出桃园村 我们就下手 为首的人安排到 这几个人正是贾军派来的 意图杀死吴凡或者林妙等人的 当然 他们要对付的首要人物就是吴凡 所以现在也只在打吴凡的主意 并没有想着要对付林妙 只有在对付不了吴凡时 才采取下一步策略 就是对他身边的女人下手 吴凡昨晚就跟雷神说过了 让他自己熟悉桃园村 虽然雷神的师父叫他下山来协助吴凡 说吴凡会有大麻烦 但是吴凡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麻烦 相反 他是想着雷神师父可能知道 自己不久于人世 不想让雷神伤心 所以才把他打发下山的 当然雷神的师父 是一定知道雷神的身世的 而且还知道雷神和吴凡是双胞胎兄弟 所以才会做出这种安排 以便自己死了之后 雷神能和哥哥在一起 互相关照 所以吴凡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 如果雷神早一天到达桃园村 那就早一天去找他师父 或许就把自己的身世搞清楚了 现在却似乎越来越悬了 多了一个弟弟 却依然不知道父母是谁 虽然没有去做鉴定 但是以长相和雷神师父的安排来分析 吴凡已经确认了 这个雷神就是自己的双胞胎兄弟 四合院里 林妙对吴凡说道 老公 子玉姐通知 半个小时之后 林妙一脸满足地说道 好了 我走了 不知道要几天才能回来 你照顾好自己 放心吧 我在家里 还有你家姐妹 现在还多了一个雷神 还有四户保护呢 家里安全你可以绝对放心 倒是你在外面要特别小心 吴凡搂着林妙说道 嗯 我会的 两个人有一些依依不舍的分别 说句实话 日久生情这句话是最有道理的 现在的吴凡和林妙几乎天天在一起 已经到了不愿意分开的地步了 吴凡亲自送林妙他们 上了桃园艺术团的大巴车 现在的桃园艺术团已经是专业的团体 大部分时间都要在外面演出 为了方便 特意买了一辆大巴车 这样不管去哪里 所有的艺术团成员和简单的装备 就可以一辆车带去 月娇 你们要注意安全 特别是要看着林妙 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 马上通知我 在陈月娇要上车时 吴凡在他耳边叮嘱道 你放心 一切包在我身上 要是有人敢对艺术团的人动手 特别是对林妙动手的话 我把他们碎尸成断 陈月娇非常自信地说道 并且晃了一下手中的玄铁重剑 吴凡点了点头 然后就挥了挥手 桃园艺术团的车离开后 吴凡才回到了四合院 你好 桃园慈善会是在里面吧 吴凡回到四合院没有多久 正在门口带着孩子玩时 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几个人过来了 直接问道 对 你们是 吴凡看着他们 哦 我们是山水线残联的 来找胡会长和林会长 还有萧布 那个中年妇女非常客气地说道 我听他们说过了 你们进去吧 进去往左管 就能看见桃园慈善会的牌子 无凡赶紧指明了方向 桃园慈善会里面 萧萍和胡姬花都正在忙着 听见敲门声 胡姬花叫了声请进 同时 她还一脸疑惑地看了一眼萧萍 意思是谁呀 挺客气的 要知道 住在四合院里的姐妹也时常进来玩 但都是大大咧咧的 直接撞门进来的 大家都是姐妹 还客气什么呢 萧布 胡会长 周年妇女等人进来后 非常客气地鞠躬打招呼 哦 是你们呀 快请坐 胡姬花见来的是山水县残联的人 赶紧热情地招呼坐下 并且亲自去倒了几杯水过来 不敢当 谢谢了 几个人有些拘谨地说道 要知道 这里的萧萍 可是他们系统里的一个非常高级别的人物呀 而胡姬花可是桃园慈善会的会长 现在慈善会一出手 就抵得上残联十几年的工作了 你们山水县的身体不变者都搞清楚了 萧萍猜到他们来的目的 所以主动问了起来 对 搞清楚了 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 每一个村组都去调查了解了 确保不会漏过任何一个身体不变者 同时也确保每一个身体不变者的信息 都搞得清清楚楚的 中年妇女一边说着 一边掏出了一叠资料 递给了萧萍 这些就是他们所有人的资料 好 你们先喝茶 我们看一下资料 萧萍按过后说道 他并没有打开资料 而是交给了胡姬花 毕竟他虽然是残联的高级别人物 但是部长夏达的任务 却是要他配合桃园慈善会 带领自己系统的人 听从桃园慈善会的安排 有一点任由桃园慈善会拆遣的意思 胡姬花也没有客气 接过后仔细地看了起来 并且一边看一边还用计算器 在算着什么 半个小时之后 他说道 从你们报上来的资料来看 有一百个人是肢体缺失的 这些人肯定就是要用到矫正器材了 我们会安排楚州矫正医院的医生 到你们县去找你们 到时候你们带着他们去这些人家里 让矫正医院的人检查后 做出方案 他们会把方案和报价给我们 我们同意后就会安排人们去做 这些因病导致功能缺失而残疾的 你们哪一天统一组织他们到桃园医院来 我们会安排医生帮他们免费治疗 治疗之后如果还是自理能力不足 我们就会让你们安排请专职保姆 今天 我们就会按你们报上来的身体不变者的总人数 也就是859人发放这个月的2000元生活补助 下一个月开始就是直接打到他们的账户上去了 后续如果有人要请保姆的 我们就会把保姆的工资交给你们 由你们去负责具体的请人事宜 有没有问题 中年妇女听了之后和同事相视一眼 两眼放光 她有一些不敢相信的问了一句 你们不再去核查一下了吗 就按我们提供的数字拔钱 既然交给你们去办 我们肯定相信你们 当然了 为了对这些钱负责 我们就算不是先核查 也可能在事后审查 这点希望你们能理解和支持 胡姬花说得非常干脆 中年女激动无比地说道 没问题 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保证完全成任务 胡姬花马上就把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喂 老同学呀 现在山水县有100个身体不变者 是肢体缺失 需要矫正器材 你安排人去山水县残联 他们会带你们去 你们决定了用何种器材后 报价给我就行了 我们汇款给你们后 你们直接上门为他们服务就行了 没问题吧 那边的人肯定也非常配合 所以胡姬花挂了电话后 对中年妇女说道 楚州矫正医院的院长说了 明天就会派医生上门 你们到时候接待一下 并且带他们到身体不变者家里去吧 好 好 我们一定做好 中年妇女激动的声音都有一些结巴了 行 胡姬花点了点头 然后就拿过一张支票 在上面写上了一百七十一万八千 然后递给了中年妇女说道 这些就是你们山水县所有身体不变者 这个月的生活费 你们负责发放到每一个人手上 天呀 一百七一万八千元 中年女人捧着那张支票 不仅手在发抖 声音也在发抖 这是我这一辈子见过最多钱的一次了 七尾数呀 我真替山水县的那些身体不变者感谢你们呀 胡会长 你们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 看见他眼含泪水 胡姬花心里也酸酸的 这些钱看上去是不少 可以让将近一千个身体不变的人 过上小康的生活 但是 却有多少的有权的人物 他们贪污的钱都是用意做单位了呢 还有不少的明星 偷逃的税额也都是用意来做单位了 如果这些人还有一些良知 把这些钱用来帮扶社会的弱势群体 这个社会岂不是更加美好吗 这时 萧萍说道 你们要知道 这只是一个月 一个县呀 而桃源慈善会要把这个慈善一直做下去 还要扩大范围 最终有可能达到全国 这需要多少的钱呀 所以 首先 你们要确保每一分钱 都用在身体不变者身上 第二 就是要跟他们说 以后当桃源慈善会在山水县 开办了专门给身体不变者上班的公司 只要有部分劳动能力的人 都要去里面上班 这样才能创造一点价值 也让桃源慈善会有收入 有钱来帮助别的人 嗯 嗯 消步 我们发誓 不会挪用 不会贪污半分钱 同时也保证尽最大的努力 帮助身体不变者就业 让他们自己有钱赚的同时 也给桃源慈善会积累资金 为了表示 我们对桃源慈善会的感谢和支持 我们山水且残联十二个人都捐出一年的工资 请收下 中年妇女说完 就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张钱和一大碟现金 萧萍非常满意地朝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胡吉花也没有客气 把钱收下来 并且出具了一条收条给中年妇女 同时说道 非常感谢你们对桃源慈善会的支持 我们在桃源网有一个桃源慈善会的板块 里面有所有人捐款的明细 还有具体的用途 我们也要确保所有人捐的钱都用于慈善事业 我们工作人员不从中间领一分的工资 还请你们监督 好 好 中年妇女感慨万千地说道 说实话 以前有不少挂着慈善为自己捞好处的事情 包括非常有名的一家慈善组织 里面有一个美女就挪用了大量的钱 还嚣张无比地炫富 后来几乎所有人都对慈善机构失去了信任 表示要献爱心 也直接献到需要的个人身上 不会通过慈善机构去赚 就这导致了有不少真心做慈善的人机构也筹不到钱了 因此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都得不到帮助 现在你们桃源慈善会敢公开自己的收入和支出 相信一定会得到更加多百姓支持的 我们不相信你们自己拿几个亿出来做慈善的人还会打别人 捐的一点钱的主意 胡吉花点了点头 说道 我们不会主动要别人捐钱 更加不会在单位里和学校搞什么捐 完全就是由个人随意 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我们 毕竟要想长久发展下去 还是要多方面的力量的 感谢你们的信任 双方接着具体地又聊了一会 然后中年妇女就站了起来 恭敬地说道 胡会长 萧布 我们就先回去了 好 把桃源慈善会的事情当成重要工作去做 落实好 抓戏 同时要跟身体不变者强调 这是桃源慈善会的爱心 不是残联的钱 明白吗 萧萍又叮嘱了一句 好的 我们一定会谨记这一点 胡吉花非常客气 还亲自把他们送出了四合院 感谢 感谢 中年妇女激动地说道 胡会长 你人漂亮 心善良 还对我们那么客气 而你和林会长 那天到我们那里 还被我唐表弟羞辱了 真是不好意思呀 哈哈 我们不会放在心上的 再说了 那是几个别的人 开除了也就行了 你们回去 好好干就是了 胡吉花笑了笑 对了 胡会长 我们昨天看电视新闻 桃源慈善会旗下的阳光公司 在天水线开张了 我们能不能去参观一下 也好 像我们那里的身体 不变者描述一下 让他们有一个壮景呀 中年妇女在感动之余 又提出一个想法 可以 你们去吧 去看一下也好 毕竟以后在山水线 也要开办一家身体不变者 为主的公司 也要你们去负责 具体的人员 先了解一下 很有必要 我会通知阳光公司的经理赵琳的 你去找她吧 胡吉花非常干脆地 做出了安排 谢谢 谢谢 那我们走了 中年妇女和几个同事 千恩万谢地离开了 哈哈 胡吉花回到办公室后 非常开心地说道 山水线的身体不变者 照顾工作很快就能做好了 好开心呀 很有成就感 一想起那些身体不变者以后 能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 心里有一些小骄傲 那是的 不瞒你说 我这么年轻 就已经坐到那么高级别的位置了 也应该是值得骄傲 但我以前却并没有什么成就感 只是那种自以为是的高傲而已 经历了在桃源村的这段生活 和身体不变接触多了 特别是看见 他们过上了翻天覆地的 生活后的那种喜悦 我才感觉到了工作的意义 原来有意义的人生 并不一定是高官后路 而是为他人带来幸福 萧萍也是感慨万千地说道 确实是这样的 我相信林妙也会非常开心 我打一个电话告诉他 胡姬花随后就把打了林妙的电话 把山水线身体不变者的进展告诉他 好 好 特别开心 我们的目标又进了一步了 走出天水 然后全市 全省推进 好 林妙听了电话之后 果然激动得不得了 帮助人是快乐的 但是也要有钱呀 多亏了你的农家乐 源源不断地赚钱 那还是次要的 主要的还是有大家的捐款 还有王熙之老师的书法作品拍卖 和杨爷爷的画作拍卖 积累了不少钱 相信以后的阳光公司 也能赚不少钱 而且大家对慈善的不信任减轻之后 捐款给我们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 放心吧 我相信 老天他不会太为难我们的 这个慈善一定能搞下去 林妙非常坚信地说道 对了 林妙 忘记一件事情了 巨星辉 就是杨爷爷的那个高徒 神美术家协会的会员 他昨天找到了我 说是创造出了100幅以桃源为题材的画作 也想搞一次拍卖 然后把拍卖的钱90%捐给我们 你怎么看 哦 他呀 他这个人很有意思 喜欢喝酒 为人也豪爽 和吴凡兄弟相衬 本身就水平非常之高 在美术界小有名气了 拜了杨爷爷为师之后 画迹更加是突飞猛进 他的作品一定会受人欢迎的 既然他如此有爱心 要拍卖作品 来帮助我们桃源慈善会 那当然是一件好事 你和林嫂商量一下吧 让他的旅游公司再组织一次拍卖 林妙马上做出了决定 好 我这就去安排 你忙吧 胡姬花结束了通话 巨星辉当初和天水县文联的一批人 来到桃源旅游 参加了杨令夜和王席之作品拍卖后 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真正感觉到了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自己原来自以为傲的作品 在这些作品面前还是差了几个档次 所以后来 他才千方百计地拜杨令夜为师 杨令夜接受了这个徒弟之后 就安排了他在桃源学校任美术老师 自己有时间时再指点一下他这个徒弟 因为巨星辉诚心求学 且有毅力有天赋 而杨令夜也是没有保留的授业解惑 所以巨星辉的提升非常之快 用以后春笋来形容他的进步是最恰当的 一天比一天更加好 这时 杨令夜来到了巨星辉的工作室 看着他的作品 非常高兴地说道 星辉呀 你这些作品 如果对外冒充说是桃源仙翁的作品 估计都能以假乱真了 哈哈 不可能 师傅 我的水平再怎么有比较大的提高 和你相比还是差几个档次 就算是形似也深不似 没有那种灵魂 只要有一定鉴别能力的人 一眼就能看出来 巨星辉非常谦虚 不错 能看到自己的进步 也能看到自己的不足 好样的 杨令夜竖起了大拇指 都是师傅教得好 哪天我在送你两箱好酒 巨星辉也是非常高兴地说道 哈哈 你呀 一喝起来就醉 越喝越想喝 越战越勇 我是不敢和你喝了 你找吴凡喝吧 和他喝酒才是最过瘾的 杨令夜开心的大笑 杨爷爷 什么是那么开心呀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了一道 悦耳动听的声音 两个人赶紧回头看去 是你们呀 杨令夜很是开心地说道 吴凡 鸡花 林嫂 你们怎么来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是一句心灰倒茶 爷爷 我们是来找剧大师的 听说他有不少的画作 有一搞一次拍卖 然后把得来的款项 90%捐给桃园慈善会 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 吴凡也不客气 直接把来的目的说了出来 哦 好 好 杨令夜朝剧心灰竖起了大拇指道 心灰 好样的 不愧是我的徒弟 桃园慈善会需要钱 你能把心血之作拍卖 得钱给他们 不错 不错 剧心灰略有一些 腼腆地说道 师傅 这还不是跟你学的吗 只是我的水平有限 可能筹不到太多的钱呢 尽一点微薄之力吧 不 杨令夜白白手道 你可以打出桃园先翁徒弟的名头去拍卖 而且还可以公开说 你师傅年纪大了 以后不会再有作品拍卖了 这样一来 我相信 很多人也会花大价钱买你的画 一是水平确实可以 二是有桃园先翁的名头加持 那真是太好了 怎么操作呀 剧心灰马上看向了胡姬花和林美玉 她也知道 吴凡只是幕后统筹 具体的事情 还是各分公司的经理去操作 林美玉看了一眼胡姬花说道 刚才姬花和吴凡来找我时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就是有我们在桃园洞景区 开辟一个地方 给剧大师搞一个大型画展 就是把你的作品都装表后 然后在那里展示 预计展示一周 游客免费进去参观 然后一个星期后举行拍卖 你看怎么样 给我搞画展 剧心灰听了之后 两眼放光 我可一直期待有一次自己的画展 但一直都没有钱 没有搞成 谢谢 谢谢 我们计划这一次的画展 搞出特色和规模 并且让宣传部的周沙 邀请各媒体记者进行现场报道 到时候你就能全国出名了 林美玉非常肯定地说道 有吴凡在身边 他说的任何话 大家都会相信 剧心灰马上从旁边拿出一瓶酒 倒了几杯 非常感激地说道 师父 吴凡 林嫂 还有鸡花 我真没有想到会有一天 我能举办个人画展 能上电视 来 我敬你们一杯 几个人相识一笑 但都没有拒绝 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剧兄 喝了那杯酒后 吴凡笑道 你有多少作品呀 既然是个人画展 一定要有足够多的作品啊 放心吧 杨令叶在边上说道 心灰非常勤快的 除了上课 除了喝酒 除了带学生去写声 其余的时时间都在不停地画画 你们都很少能看见它 对吧 现在有一百多幅作品了 对 据心灰补充道 有一百二十幅了 并且我可以保证 在画展之前 每天再创作一两幅出来 这样还是能撑起门面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吴凡点了点头 非常满意 那就这样说定了 巨大师 你把你的作品都交给我们吧 我们安排装表 然后安排场地展览 到时候你去指点一下 怎么挂就行了 林美玉做出了具体的安排 好 都在这里 巨星灰说完赶紧走到旁边 小心翼翼地 把那些卷起的纸筒拿了下来 像是捧着珍宝一样 两眼放光 能看看吗 胡姬花好奇地问道 当然可以 请简阅 巨星灰用颤抖的手 打开了一幅幅画作 哇 漂亮 漂亮 胡姬花看了后 非常兴奋地说道 你画的都是桃园山水 这桃园山水 本来就美不胜收 被你这么艺术加工 更加有意思 是啊 桃园充满了诗情画意 那种雾气朦胧 那种田园生活 那种淳朴的民风 本身就是化作最好的因素 嗯 这样啊 阿东品牌店是零音的 你只要说是桃园无凡家的人 就可以免费拿衣服 还有 你的这把剑可以带着走 但是一定要伪装一下 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事件 这也算是管制刀具 按法规来说是不能带的 吴凡又叮嘱了一句 胡姬花笑道 吴凡呀 你年纪轻轻的 比老人家还哆嗦了 就凭他长得这么像你 零音店里的人会不知道他的来头吗 说不定就把他当成你了呢 也是哦 吴凡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然后说道 那你就去公司找冰冰姐吧 公司经常有车下县城的 让他们烧你下去就是了 好 我马上下去了 哥 有事就打电话找我 雷神晃了一下手中的手机 这个手机是林妙昨天送给他的 林妙是吴凡的大总管 雷神可能是吴凡的弟弟 他当然要细心地照顾 考虑到每一个方面 去吧 雷神 遇事要冷静 别仗着自己有功夫轻易出手 现在是法治社会 除非正当防卫 否则尽量不要动武 打赢了进监狱 打输了进医院 不划算 在雷神转身时 吴凡又交代了一句 放心吧 哥 我一定记得你的话的 雷神非常自信地点了点头 看见他的背影消失 胡姬花又朝吴凡笑了笑 怎么了 我又啰嗦了吗 吴凡有些夸张地挤了几眼 有一点 不过呀 吴凡 你发现 尼弟似乎喜欢上了月娇吗 你猜月娇会不会喜欢上他 胡姬花笑嘻嘻地说道 也许会吧 毕竟 他们一个生活在山顶二十年 一个生活在山洞 也可能有二十来年了 生活经历相似的人 天然就会有一种清静感 再加上都是功夫高手 有许多的共同话题 说实在的 如果他们能互相喜欢 我非常高兴 吴凡很自然地说道 可是 月娇非常喜欢你呢 胡姬花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了出来 哈哈 她对我的喜欢 是那种兄妹般感情 就是把我当哥 当家里人 不同的 吴凡略有一些脸红地解释了一番 虽然她说的没错 但不是全部 其实 陈月娇对她还是有一点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 就是渴望能成为和她合二为一的那个女人 不过 陈月娇也明白 吴凡是有老婆的人了 所以 这种想法是不能表露出来的 只能隐藏在心底 且 以为我不知道呀 女人最了解女人了 从她看你的眼神 我就能看出来 她和我一样 都特别地喜欢你 想和你有亲密关系那一种 胡姬花本能地说道 不过刚说完 似乎就感觉到不对劲 顿时脸色羞红 尴尬地看了吴凡一眼 然后赶紧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吴凡摇了摇头 然后就走向了带着吴飞龙的妈妈那边 有时间就要多陪一下孩子 孩子只有和父母在一起 才会更加有感情 雷神走出四合院时 就被姚萍盯上了 姚萍挠了挠头 嘴里嘀咕道 这个吴凡怎么似乎有一些不对劲 有时候看上去特别高大 有时候看上去又小一号 他会热胀冷缩吗 不过他也没有深究 而是继续跟踪 当看见雷神去了桃园公司 然后和一个女人出来走到停车场 上了一辆豪车时 他马上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 掏出手机就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大哥 我看见吴凡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似乎要离开桃园村 现在已经上了一辆豪车了 太好了 这是他的死期到了 你密切跟踪 我这边已经布置了 就等着他来送死 那便传来了一道非常得意的声音 和吴凡出来的是采购部的经理 江小莲 因为林美玉跟她说了 要安排130幅左右的话做装表 所以江小莲亲自出马 要去县城看一下 哪一家装表公司好 虽然桃园实业公司现在不差钱 但是用创始人 吴凡的话来说 就是能省的就省 该花的就花 也就是说不能花冤枉钱 办好同样的事情 有的报价高 有的报价低 当然还是要去现场考察一下好 刚才雷神进到公司问 有没有谁开车下县城 他们自然就走到了一起 小吴凡 你去县城做什么呢 上了车后 江小莲 启动汽车 好奇地问道 哦 我一个人在家里也不好玩 你们大家都要上班 我搁那这里走走 那里看看 脑子里似乎永远装着东西 没有时间陪我玩 所以她让我去云州找桃园艺术团 一方面起保护作用 另一方面也可以 也可以 雷神说到这里有一些犹豫了 并且脸色也变得通红 怎么了 说话吞吞吐吐的 这可不是一个男人应该有的风格 男人就是要爽快 江小莲笑着说道 哦 就是可以和月娇 在一起切磋一下功夫 我感觉到她的功夫很好 那样就不会感觉到无聊了 雷神马上就说了出来 江小莲看了她一眼 意味深长地说道 你是到了 要找一个女朋友的时候了 你和吴凡是双胞胎兄弟 她孩子都快半岁了 不用 不用 我不用女朋友的 雷神尴尬地连连摆手 哈哈 江小莲笑了笑 也不再说这件事情了 吴凡他们出了桃园村了 出了 看见雷神和江小莲的车 到了桃园村铁头岭港亭 姚萍非常兴奋地再一次把打了电话 好 我明白了 你装作平常游客那样自行撤离 不用再停留 我们这里的人把无反解决后 也马上会撤离 记住 不管什么情况下 都要守口如瓶 那边的人又交代了一句 明白 大哥 我马上下去 铁头岭附近的一个山头 刚好可以看见治安港亭 来往的人员和车辆都尽收眼底 贾军派出来的戈杀小组 此时此刻就有两个人 趴在这里的树丛中 由于伪装得非常之好 巧妙地利用了自然环境来做保护色 所以即使桃园空中已经安装了监控飞船 也依然没有发现他们的异常情况 两把狙击枪也隐藏在草丛之下 只露出一点幽黑的枪口 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小组负责人知道 不管进出的人都会在治安亭亭一下 因为要接受相应的检查 还要接受反常人员感应器的扫描 因此他们想过了无反出来 一般也会停下车来和保安打一声招呼 那时就是最好的下手机会 呜呜 当吴凡和江小莲的车 经过治安港停时 马上发出了警报声 同时王国军还看见 反常人员感应器屏幕上显示 有一个人身上背着的是一把保健 于是赶紧冲了出来 吴凡 小吴凡 当看见是江小莲和吴凡坐在上面时 王国军迟疑地 有些尴尬地打着招呼 这是因为雷神是坐着的 所以看不出身高 不知道到底是吴凡还是雷神 他是雷神 江小莲赶紧解释了一下 坐我的车去县城 哦 请 请 王国军笑了笑 赶紧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既然是采购经理江小莲 还有一个是吴凡的双胞胎弟弟 王国军自然不用去管他背上的保健 是做什么用的 开枪 就在江小莲即将加油离开时 戈沙小组的狙击手得到了命令 狙击手冷笑了一声 然后手指就往下压 他可是当今国内十大狙击手之一 当然这个是指在江湖上的 不是指当兵里面的 也就是用枪的职业杀手里面 他是前十 而且还不是一个人 是两个前十都在 他们俩是亲兄弟 从小就爱玩枪 当然 小时候玩的是弃枪 长大后才玩真枪 并且非常有天赋 是地下世界出名的神枪手 他明白 只要自己扣下板机 已经在瞄准镜头上的 吴凡的那张脸瞬间就会开花 突然 他的眼睛被一阵寒光闪了一下 不得不摇了摇头 那是什么东西 他忍不住问了旁边的 兄弟 因为他看见 吴凡突然从背上 把一个条形的东西取下来 恰好挡住了他的脑袋 而且这个东西虽然包得好好的 竟然却有一道寒光闪现 就在他们两个迟疑的片刻 江小莲家大油门 豪车呼啸着冲了出去 不知道 太诡异了 那东西被包好了 而且隔着那么远 怎么会发出寒光晃我们的眼睛呢 另一个狙击手 也是一脸不解地说道 兄弟 这是太过诡异 透露出玄机 我怎么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似乎这个吴凡 真不是我们应该对付的 老天爷都在帮他 不然怎么会出现如此诡异的事情呢 狙击手哥哥一脸懊恼 家不安地看着弟弟 目标已经离开了 他们当然非常沮丧 如果不是那道骤然闪现的寒光 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开枪 那么现在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 如此这么好的机会都失去了 以后 只怕更加难以有机会下手了 狙击手弟弟却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只是意外而已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意外 别想那么多了 为了一千万 我们还是赶紧另找机会下手吧 不 不 哥哥白白手道 弟弟 你知道有报应这个说法吗 我们已经为钱杀了不少人了 双手沾满了鲜血 我感觉到我们的恶报马上就要到了 刚才那种寒光就是一道不祥之兆 你知道吗 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诡异的事情发生呢 我看我们还是取消这笔生意好了 哈哈 哥哥 你的豪气哪里去了 怎么如此胆小 哪有什么报应的说法 那就是自己下自己而已 我们可是无神论 杀人如同杀鸡杀鸭 稀松平常 杀人拿钱 天经地义的事情 狙击手弟弟却还是不以为然 弟弟 你知道我们村的牛二吗 以前杀猪的屠夫 结果自己上吊自杀的 几天没有人发现 绳子被老鼠咬断了 尸体掉下来 后来被一群猪给吃掉了 猪是素食动物 竟然生吃人肉 还不吐骨头 这不是报应吗 还有六爷 他是老猎户 年轻大使打猎是合法的 他猎杀了无数的老虎等野兽 结果后来他意外死在山上 尸体发臭了 才被人发现 他的一个儿子中年早逝 孙子二十多死了 另一个儿子中年丧妻 两个孙子一直光棍 再说最近的 那个三叔 他以前是卖水产的 天天鲨鱼解剖黄膳什么的 结果好了 现在他的孙子生下来就是脑瘫 而且肚子上一直有一条缝 有人说那就是报应 是无形之刀把肚子划开的 就是他爷爷剖多了鱼 杀生太多 终有不好的报应的 我看还是收手算了 老弟 狙击手哥哥一脸担忧地劝说 且 心太软 是不再适合做杀手了 哥 你走吧 不勉强你 这笔胜利我一个人做 一个人读得一千万不香吗 你回去吧 狙击手弟弟不屑地说了一句 然后收好枪 马上下山 弟弟 不要再去了 狙击手哥哥还是想再劝一句 不过 狙击手弟弟根本没有理会他 风一般地下山了 唉 生死有命 天意难为 反正我是就此收手了 那一道 韩光实在是太过诡异 狙击手哥哥摇头叹息 然后就一点点地把狙击枪拆散 把零件四处乱扔 妈的 割杀小组负责人件 无法没有被射杀在铁头领制当港亭 非常的恼火 忍不住骂了一句 当听狙击手弟弟解释后 他也没办法 只好说到 那就继续跟上吴凡吧 这一次一定要让他能走出桃园村 就再也回不来了 死在外面 成为孤魂野鬼 哈哈 于是割杀小组继续跟上了雷神和江小莲的车 在寻找下一次动手的机会 江小莲带着雷神来到了阿勒品牌服装店 里面的两个人正是林妙的同学 见到吴凡来了 非常热情地迎了上来 他们还没有听说吴凡有了一个双胞胎兄弟的事情呢 自然把雷神当成了吴凡 江小莲和雷神也不解释 拿了两套衣服后就离开了 阿勒可是国际大品牌 是吴凡送给林英的 住在四合院里的年轻人都喜欢这个品牌 来这里拿衣服都不要钱 寄在林英的账上就成了 这一路上 割杀小组都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你一路顺风 江小莲在县汽车站 把雷神送上了去云州的大巴车上 然后挥手告别 有一个割杀小组的成员 也扮成了乘客混在了大巴车上 他秘密地向组长报告道 那个女人离开了 现在就只剩下吴凡一个人在车上 你严密盯着他就是了 切记不要轻举妄动 他功夫特别好 我们都不是对手 一定要远距离猎杀 或许是用炸弹 组长特别叮嘱 好 这个人求之不得呢 几个小时之后 雷神就到了云州 并且顺利地找到了桃圆艺术团住的酒店 哈哈 小吴凡 你来了 当看见他出现时 陈月娇似乎非常高兴 赶紧上前几步 在他的肩膀上拍了几下 笑道 你怎么想到要来的呀 那啥 我哥说了 我在家里反正也没有什么事 就让我来保护艺术团的成员 顺便和你切磋一下剑术 雷神非常直接地说道 臭小子 来呀 亮剑呀 看谁厉害 陈月娇笑道 同时马上把自己的悬铁重剑拿了过来 刷刷刷 他的招灵力 似乎杀气震震 朝雷神扑压过去 好 那就不客气了 雷神似乎也被逼出了杀气 当然也有可能是看见有了对手 心里就兴奋 于是大叫了一声后 也把背上的宝剑抽了出来 一时之间 刀来剑网 杀气滔天 旁边的林妙等人 明显地感觉到一阵一阵的剑气 向四周压过来 让他的衣角都飘了起来 不得不再退后了几步 厉害 厉害 刘天生点点头道 雷神剑术确实可以 我以前以为月交的剑术 就是天下第一了 现在看来 雷神也差不多 我看可能还是雷神更胜一筹 因为月交似乎已经尽了全力要战胜 他但却一直打平手 而雷神似乎更加气定神仙 还没有拿出所有的功夫来 林妙观察一番后说道 好了 半个小时之后 陈月交大喝一声 不打了 不打了 并且马上收拾 跳出了剑圈 你真厉害 他停下来后 略有一些喘气 脸色红红地看着雷神 我打不赢你 厉害 月交 你才厉害呢 你是第一个和我打那么久的人 那一次的阴山论剑 几大门派的用剑高手 都在一百回合之下 就被我打败了 我们刚才可是打了三百个回合呀 雷神一脸崇拜地说道 要知道 对方可是一个女人呀 一个女孩子能有如此建树 确实是令人震惊和佩服 哈哈 我们都厉害 陈月交主动张开了双臂 和雷神来了一个拥抱 在他耳边说道 以后我们可以经常切磋了 好好 好 雷神应了一声 看着这一幕 刘天生都过来人 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他们可是看出来了 这一对年轻人呀 似乎彼此都喜欢上了对方 以这样的开端 只要在一起的时间 稍微长一些 就能培养出感情来 嫂子 这段时间 我就待在艺术团了 有任何事情都请尽管吩咐 雷神来到了林庙的面前 非常客气地说道 好说 好说 你先见过艺术团的团长 紫瑜姐吧 林庙指了指旁边的宋紫瑜 紫瑜姐 多多关照 雷神来到宋紫瑜面前 客气地说道 我们团里就是一家人 不要客气 你就在团里保护大家的安全就行了 来 马上到了吃饭的时间了 去吃饭去 宋紫瑜也是非常开心 随着桃园艺术团的演出越来越多 名气也越来越大 特别是林庙和月娇及刘天生等 都已经成了大明星了 走到哪里都有粉丝聚集 所以安全问题也是宋紫瑜特别担心的 现在除了陈月娇外 又有了一个顶级功夫高手雷神的保护 当然是艺术团的福气 因为有了雷神的加入 艺术团的人特别开心 晚上都喝了不少的酒 吃过晚饭后 就在准备晚场的演出了 那个是吴凡 很奇怪 这么一个大人物 怎么站在舞台的边上 充当起安保人员来了 演出现场 割杀小组的人也在那里 组长和身边的一个人而语道 对呀 我记得以前桃园艺术团的演出现场 只有一个女侠站在那里保护 怎么这一次吴凡专门过来就做保镖的吗 那个小组成员也是一脸猛逼 不过吧 吴凡现在站的那个位置 真的是个非常好的目标 可惜这里安保很严 武器带不进来 不然今晚就可以把他干掉 放心吧 就算这时干不掉他 他也不可能活着离开云州了 瓦力已经踩好点 只要他一走出酒店大门 就能精准抱头 对了 你说他割瓦片 为什么会中途退出这次的狙击行动呢 割杀小组负责人问道 我听瓦力说了 他割瓦片 说什么本来在桃园铁头岭那里 就可以一枪抱了吴凡的头 但是吴凡背上的东西突然闪了一道寒光 让他眼睛不得不眨了一下 然后车子就走了 错失了稍纵即逝的机会地 他就认为是天意 说吴凡是不可对付的 说怕有什么报应 于是当时就决定金盆洗手 再也不碰枪 还把最心爱的狙击枪都拆掉了 手下兄弟如实汇报 负责人听了后 心里咯噔了一下 脸上的肌肉也明显地抽动了几下 闪过一丝不安 报应 或许真有这一个说法吧 调哥就是坏事做多了 然后还要对吴凡下手 结果手脚皆被震碎 难道吴凡真得有神灵保护 想想都让人不安 还好当天一切都非常顺利 而且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 哥沙小组都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而在这三天的时间里 雷神大部分时间都和艺术团的人在一起 特别是和陈月娇在一起的时间更加多一些 两个人的关系似乎也更加进一步了 在一起有说有笑 偶尔来会打闹一下 过来人都明白 这是好戏开始的前兆呀 一般的男女打打闹闹的 就很容易打倒在床上了